星期三在池雲山池正村 85歲姓譚的婆婆 被發現倒臥在正屋樓15樓住所外的走廊 樓下66歲姓周的男子也在單位內上吊 兩人經送院後軍告死亡 警方在星期四披露案情指 兩人生前就噪音問題互相投訴 合共投訴最少10次 主要涉及敲牆問題 而事發前 女死者在同日較早時間 也曾經向大廈管理處 投訴受該名男住戶噪音騷擾 警員案發後到男住戶的單位調查 就發現該名男子 利用一條連著電拖板的電線上吊 雖然立即將他救下來並送往廣華醫院 但經搶救後證實死亡 其後警員在涉事單位檢獲一件 相信屬於男死者的嚴血上衣 也在男死者當時身穿的褲和波鞋 發現嚴有血跡 警方初步認為女死者 是被他人用力氣襲擊至死 而男死者是吊頸自殺而死 我們有理由相信 女死者的死 與今次的男死者 男死者的自殺 以及警方在現場所檢取的一些物件 有一定的關係 兩名死者並沒有精神病的紀錄 他們都是獨居在他們單人的單位 他們是樓上樓下的鄰居 以及經點算後 我們並沒有發現兩位死者有任何的財物損失 案發地點與他們的單位 也沒有打鬥或手掠過的痕跡 而透過一些紀錄的調查得知 兩名死者都曾經有向大廈的保安投訴過 對方製造草陰 但現時 仍然我們也未能百分百確定 兩者的死是否與這些投訴有關 經初步檢驗 男死者的頸部有明顯的勒行 相信是由拖板電線造成 女死者的後腦右方有六處 每條約10厘米的切割傷口 而頸部中央位置 有三條約10厘米的切割傷口 另外左上臂亦有刷傷 警方將案件列作謀殺及自殺案跟進 由黃大仙警區重案組第一隊 接手跟進調查 暫時沒有人被捕 而我們記者 星期四早上重返案發現場 見到女死者住所單位外 有街坊帶備香竹和山果來拜祭 期間女街坊稱讚婆婆為人友善 平時出入都很有禮貌 對發生命案不勝唏噓 有 cri霸佛感 尋找抗子 森艇